大家好,今天來分享初期可以招的六位夥伴 隱星邊 在一開始飛船的這個地方會發現隱星被關在這 接著繼續往上邊走 一路走到最裡面 這邊有個異形的屍體,身邊有開鎖的符文 接下來就可以來開鎖救隱星囉 來吧,讓我離開這件事 不要 不過隱星還有一處要注意 在剛從飛船墜落的時候會看到隱星躺在一處 這邊選哪個選樣都可以把隱星叫起來 但千萬不要砍他喔 不然你就招募不到他了 不至於砍他一下就跑不見吧 我們到地圖的這個地方 走過去會自動觸發劇情,發現隱艾被抓住了 應該是長得太醜的關係 這邊要選第三個,如果你選第四個會把他殺死喔 把他們騙走就可以了 這時候再拿弓把陷阱的底部射穿 我開始不知道我想說到底要怎麼樣拉出來 阿斯戴爾偏 位於地圖的這個地方 過去觸發劇情 我是先選第一個再選第二個 接下來都選與他互動的劇情就可以招募了 阿斯戴爾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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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地圖的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奇怪的法陣 這時會突然出現一隻手 這邊選把他的手拉出來 接下來是一些劇情的對話 這樣又多一個夥伴囉 威爾偏 位於地圖的這個地方 會看到一堆小朋友在練劍 去找一個叫威爾的對話 你只需要花費時間去跑 來吧 接下來是一些劇情的對話 之後就可以入隊囉 他入隊之後會觸發一項任務 邊境之刃要你去殺卡拉 卡拉課邊 我們點開地圖來查找邊境之刃的地點 到這邊並沒有看到什麼卡拉 到這邊並沒有看到什麼卡拉 必須要往下面這邊走 會看到一路上地板都有血跡 喬著這頭就會找到卡拉了 你這邊如果選要幫威爾解任務攻擊她的話 就會沒辦法收她入隊喔 所以如果要體驗每個角色劇情 選項真的要選好 以上為初時可以獲得六個夥伴全攻略 後面好像還有一隻可以收服 我是小風 我們下次見 很明明